张忠谋看好下半年景气 全世界都不错 那总长你怎么看下半年的景气啊 很好 全世界都不错 台湾也不错 就是会比去年的下半年好 那在许多地区 许多国家 也会比今年的上半年好 台湾也是 金元教父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昨天应邀演讲 会外界关切的景气问题 打了一记强心针 除了产业政策 张教父也对低薪 房价 教育等 时下各种议题提出看法 他说台积电新进员工 第一年工资就比22K多好几成 或加分红 则是多好几倍 他认为台湾教育制度有问题 大学太普遍 导致大学生过多 与薪水低是有关系的 现在大学毕业 也绝对不是一个高收入的保证 张教父也指出 民众太依赖和太怪政府 年轻人假如是浪费了青春 为了这个教育不对 我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家长 是要负相恶罢的责任务 甚至年轻人自己 都要负的责任务 动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接受到飞感